美國司法部宣布逮捕華盛頓地鐵系統的一名警察 罪名是企圖向伊斯蘭國組織提供支持 36歲的尼可拉斯陽系地鐵警察局的警察 他被控為一名臥底聯邦調查局特工 22張禮品卡代碼,價值250美元 這名特工說 陽認為他接觸的人有伊斯蘭國組織招募成員的手機短信帳戶 法庭書面證詞說 陽在2003年進入警察局 曾在2011年去過利比亞一次 後來又試圖再去那裏 證詞還說 陽在2014年和臥底的聯邦調查局特工會面大約20次 這名特工偽裝成中東裔美軍預備役軍人 並表達出國加入伊斯蘭國組織的想法 自從2011年以來 陽一直受到聯邦調查局的監控 聯邦調查局才是就陽和他的屬人 扎卡里撤失的關係對陽進行了信問 撤失後來認罪的 承認向外國恐怖組織青年黨提供物質援助 陽還在2011年和一名臥底的執法官員會面 有時和另一名同事卡里菲同去 卡里菲已經向法庭認罪 承認策劃過對美國國會大廈進行自殺式炸彈襲擊 官員說陽的行動並沒有對華盛頓地鐵系統造成威脅 陽在星期三下午在維吉利亞東區法庭出庭受審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將會面臨最高20年的刑期 華盛頓都會區地鐵公司總經理保羅韋德菲爾德 下一份聲明中說 該公司啟動了對陽的調查 為了公共安全利益 同確譜這個人被承知於法 他們與聯邦調查局展開了緊密的合作